寒假结束农历新年过后的开学第一天 昨天上午学生们回到校园中开始新学期 而淡水国中的师长特别制作了创意红包小卡 由淡水国中校长还有家长会长共同率领师长们 在校门口发放祝福的小红包 为学生献上暖心的祝福 另外还有学生们精心演出的布袋戏表演桥段 祝福学生裁员广进扬眉吐气 为新学期开启崭新的生活 里面红包里面有小卡 有这个祝福的小卡 还有一张Bingo 那这个Bingo是一个双语Bingo 我们在开学典礼上跟全校一起玩双语Bingo的游戏 让大家能够用英文来说出一些兔年的吉祥话 那另外特别的就是我们八年级的美术班 和李天路的这个一婉然的剧团 一起合作寒假的营队 所以我们也在开学典礼这一天进行了成果的发表 同学一踏入校门口就收到由师长们带着应景的节庆头饰 让同学回到学校就感受到新年以及新学期的愉悦和和乐气氛 此外每个红包内还附有一张黑P Bingo卡 在开学典礼上面公开抽签 有很多传统记忆的知识 然后在大家面前展现这些天的努力 就觉得很有成就感很开心 让同学们体会传统艺术的这个丰富跟趣味 那最后我们进行了一个全校的团拍的活动 为今天的开学日呢画下一个完美的据点 让全校师生共同的祝福迎接新学期的到来 而典礼当中最特别的桥段则是由八年级美术班的学生展现热情 在寒假期间与亦婉然掌中剧团合作 亦师亦友的淫队学习成果表演给大家欣赏 让开学典礼这一天更有意义 而校长表示开学日是全校师生大团圆的日子 透过创意红包的祝福 不带戏偶的传统戏剧呈现 全校一起玩双与Bingo 合拍团照 各项特色的活动 让开学典礼这一天留下珍贵的回忆以及见证 更是充满希望和快乐心情共同迎接的新学期到来 记得许端一 淡雪采访报导